之后就是谁的东西 就是别人的东西 他要怎么样处理呢 你就让他去处理 而且我相信他一定会做最好的处理 因为他因为太多了 比如苹果他一天只能吃一个 你给他一百个 对不对 你叫他不布施出去 这财务会怎么样呢 那他会坏掉 可以做校术耶 所以呢 这边还跟大家报告 我们要转布施的时候 最好第一时间就转出去 比如说那个苹果 你有一百颗 你发现说 那我大概可以吃十颗 还有九十颗 吃不了 什么时候给他转布施出去 立马 立刻马上 其实很多人 我发现在布施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 他的东西太多了 然后太多他要转布施出去 他已经那个东西呢 明天准备坏掉 今天晚上给你 有没有这样 但是呢 你拿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呢 怎么办 很快外掉 所以我们布施的时候呢 一定要令众生欢喜 那个福德才会增广 增大 布施是需要智慧的 布施呢 要跟波罗波罗蜜相应的 要三轮体空 要三星相应的 要这个菩提心 要大悲心 要有无所得的信空智慧 那第六 第五个呢 是布施得福 有舍福跟什么呢 受福 所以在布施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他会不会受用 最好他很急需 马上布施给他 他马上怎么样 受用 那这样是最好 所以 布施 我们要观察 那个布施 尤其财务啦 财务呢 他基本上是两个 品质跟数量 那 质 品质要好 那我们 我们在这个 等一下会提到说 我们要用先节物 要精妙物跟清净物 也就新鲜品质如法 那我们先看第六个 何因缘顾布施 你为什么会布施的因缘 第一个呢 或慈悲 顾而行会施 对于有苦的人 是因为他有苦 所以你生起布施了 比如说我们常常 比如说 地震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国家 或其他的国家 那产生地震 那伤亡很多的时候 我们会布施嘛 那这个布施是于什么呢 于有苦 有苦难的时候 众生有苦难的时候 我们布施 第二个呢 是有恩 知有恩 故而行会施 就是他对于我们有恩 好 比如说 有一个女生呢 掉下 这个溺水了 本来要死掉 后来有一个男生 把他救起来 好 救起来之后呢 那个女生会对 那个男生怎么样 你救了我 所以我以身相去 这是什么呢 有恩 当然这个有恩呢 它的范围很广 比如说 父母是不是对我们有恩 所以我们会不会布施给父母 有时候兄弟姐妹 对我们有恩 我们会不会布施给兄弟姐妹 会有恩 或爱或敬或信顺过而行 会施于亲爱 亲爱呢 就是你爱的人 你爱的人 爱的人有很广哦 对爱的人 他会布施 比如说你的亲 亲朋啦 亲戚啦 朋友啦 这些都是属于 亲爱的 但是这个爱 有时候是 有一些是染污爱的布施 也不好 比如说 有一类人叫做火山孝子 火山孝子是不是 比如说他去那种 这种 这个叫特种 特种行业深色场所 有没有 然后爱上不应该爱的人 然后他就用很多的财物 布施给这样的人 这是最笨的 那这个呢 或爱或敬 你恭敬他 那恭敬呢 像师长 或信顺 你相信他 谁顺他 而行会施 这是于亲爱 而布施的 第四个呢 或为希求 四出世间功德 而行会施 这是于尊圣 尊圣呢 就是对三宝 你因为 希求四间 跟出世间的功德 而布施 所以布施 你为什么 而布施呢 他有 因为慈悲的关系 因为 他对你有恩的关系 于亲爱 于尊圣 而布施 那第七个呢 布施功德的 胜列呢 我们这边看三个 心田是不同 心呢 是布施的时候 生何种心 那心基本上呢 是恭敬心 跟慈悲心 因为我们 布施的对象呢 有两种田 福田 基本上有两类 一个是 这个 悲田 一个是敬田 那所以呢 我们会生两种心 一个是恭敬心 我们因为恭敬心 比如说我们看到佛的时候 会生起恭敬心 还是慈悲心 我们看到贫病的人 会生起什么心 一定要这样吗 我们比如说 我们对贫病的人 我们可以 我们一般会发什么心 慈悲心 那我们可不可以对贫病的人 贫贱的人 贫苦的人 除了 除了 慈悲心之外 我们也 生起什么 恭敬心 可不可以 可以 那 一个心 他的福德 比较大 还是两个心 两个心 两个心 比较大 既慈悲又恭敬 但是我们会不会这样做 不会 奇怪 我们是不是因为 因为福德太多了 所以 生一个心就好了 你可以生两个心 你为什么要生一个心 生两个心福德是可以给 会比较大一点的 那一个布施对象是我们的感恩福 所以呢 你在布施的时候 布施是我们给他东西 我们为什么要感恩他 这是什么道理 他给我们修复的什么 机会 众生给我们修复的机会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感恩他 所以我们要生起 慈悲心 又要生起什么呢 恭敬心 要生小慈悲心 小恭敬心 还是要生 忠慈悲心 恭敬心 还是要生大慈悲心 大恭敬心呢 好像要大嘛 但是我们常常是生大还是小 我看我们不是生小 我们是不生的 那这个呢 我们就是要去 去调整 所以你看 他这个布施的时候 生核心 功德就不同了 如果你生起恭敬心 慈悲心 或生重 或淡保 或没有 有时候我们慈悲心 恭敬心 没有 还不打紧 我们还生起什么 共高我慢的心 生起焦慢的心 那 你就很可惜了 同样一颗苹果 人家生起 小恭敬 小慈悲 大恭敬 大慈悲 你两个都没有 你还生起焦慢的心 所以你跟他想想看 我们的果报 为什么 这个没有办法 增广增大 好 心不同 第二个呢 是田不同 田不同 是布施和种田 一个是悲田 一个是敬田 悲田是什么呢 贫穷疾病 我们对贫穷疾病的人呢 我们会布施 那这个呢 这个呢 是田的不同 敬田呢 是父母师长 三宝等等 这是敬田 我们尊敬的 父母师长等等 那田的不同呢 功德也不同 比如说 我们说 这个敬田来说 好 那个 从三宝来说呢 圣者 佛 佛的福田大呢 还是阿罗汉的福田大 我们布施给佛 或布施给阿罗汉 那个福德大 佛 这个就是 那个田 田有两田跟二田 所以 这个田呢 也有不同 那比如说 悲田 我们说贫困的人 请问一下 我们布施给 越苦的人 福德越大 还是越不苦的人 福德越大 越苦的 苦越大 因为苦越大 他越需要嘛 那 你说布施给富豪 跟布施给贫困的人 哪个福德大 富豪比你还多 所以那个 富豪没有苦 苦越大 他的 这个 福德越大 然后 世不同呢 世不同就是 新田世不同 功德分胜裂 世不同 布施的多寡跟优劣 布施一颗苹果 跟布施一百颗苹果 哪个功德大 如果以数量 其他条件都一样 当然一百个 那同样布施 一颗苹果 是一个非常大的苹果 刚采的苹果 最大颗的 最新鲜的 品种最好的 跟布施一颗苹果 跟布施一颗 很小的 已经烂了一半的 同样都是一颗苹果 哪个比较大 哪个福德比较大一点 质跟量 质呢 要好 仙洁物 要新鲜 以精妙物 品质要好 以清净物 如法 清净物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是如法 比如说呢 我家刚好旁边有一颗苹果树 我就把它采起来 我朋友来 我就把苹果布施给他 这样算算如法 算不算清净 不算 所以呢 注意哦 布施的时候 品质要好 要新鲜 要如法 以仙洁物 以精妙物 以清净物 我们这样子想好了 你布施一个东西呢 你一定要得到那个 殊胜的福德 怎么样得到殊胜的福德 就是他受用的时候 非常欢喜 或是非常非常欢喜 或是呢 非常非常非常欢喜 那如何让他非常非常非常欢喜 那这个就是你用这样的方式去思维 这样方式去做就好了 刚才提到说 苹果已经烂了一半了 你布施给他呢 他会非常欢喜吗 他会骂你几次 刚才是欢喜三次嘛 你布施烂的苹果给他 我跟你讲 他念你三天 而且还念给别人听 他那个苹果 从来没有布施 就布施一个苹果给我 就烂掉 他这个人呢 跟他苹果是一样 你布施给他 他还怎么样 他还骂你 这样滑得来 滑不来 滑不来 好所以呢 心田士不同功德分胜裂 那另外呢 第八个意乐布施 意乐布施呢 刚才我们讲的都是有食物的布施 有内财外财 这个是 唯意乐施 唯意乐施呢 是在安静的禅心当中 献起财物 上供诸佛 下化众生 那这个是没有财物的 比如说我们在施食的时候 有没有 我们用一点点的东西 供养很多的众生 那个是意乐施 虽然是没有财物 但是你也可以生起这种意乐施 那如果做一个相似的批语 就是说你看人家在布施的时候 他布施很多 东西又很好 我以后也要布施 我现在生起意乐施 我现在要布施很多的东西 给这里有缘的众生 这样可不可以 这样算不算散法 这个也是一个意乐施 但是有没有财物的布施 其实你一直这样子想的时候 有一天你就会去做 这个呢叫意乐施 意乐施像五戒 他也是这个意乐施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后面还有大善的布施 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做说明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一片碧蓝天空下 舒爽的春风越过绿油油的大地 如佛陀垂下双手轻浮万物 唤醒无垠的盎然神迹 穿越过层层明目后 来到了静谧又温馨的坎顶护生园 位于屏东县淳朴的坎顶偏乡 隶属于海淘法师慈悲志业中华护生协会 在这占地约六分六的尽度上 养育着许多的污名 拯救过无数刀口下抢救来的动物 以及遭人虐待遗弃的可怜小生命们 放眼望去整个坎顶护生园区内 动物们的活动空间皆属开放式 一只只小鸭和大白鹅悠闲地漫步在广大的驴池边 有的在池旁梳理雨衣或互相嬉戏 有的在水上自在悠游 可爱的大白兔们自从由室内空间搬到户外后 有效地大幅降低了生病率 更激发其活动力 来到狗儿们的活动区 无论是幼犬或是成犬 一见到人群便奋力摇尾 伴随着此起彼落的叫声 此区除了有成犬坏 还有不足六个月的幼犬 以及出生不到三周 嗷嗷待步的狗仔们 猪舍里 贪吃的猪肢们大口吃的满嘴都是不亦乐乎 动物们徜徉在舒适安乐的氛围呈现一片祥和的天伦图 天地有爱人间有情 为了打造动物们安逸的生活环境 并维持园区的宇宙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怀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而为让子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与此安详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 坎顶护舍员 动物们的桃花园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顾持账号42138483 42138483 顾名中华护身协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只兔妈妈 一道山岭的枝脉 盘踞在草原的边缘 山上有树 坡的低层是乱蓬蓬的怪木丛 这里树木茂密 又有许多攀原植物 将这里左盘右绕 包裹得像一个迷宫 母兔们最喜欢在这样的环境繁殖后代 真是个不错的地方 这里很容易摆脱猎犬的追赶 你也准备在这里挖洞生宝宝吗 是啊 这里有灌木丛的掩护 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摆脱猎犬 而且狐狸也很难进入这里 伤害我们的孩子 所以这里很安全的 我打算定居这个地方的 的确是这样 不过这里最大的危险 就是住在高山上的那只熊鹰 和人类猎犬比起来 熊鹰带给我们的危险 已经为乎其微了 我就在这里安家生宝宝好了 好啊 那我们就是邻居了 以后就可以相互照应了 是啊 我得先去挖洞了 等把洞挖好 你来我家做客的 好的 没问题的 这两只兔子 就在那片灌木丛周围 住下了 它们每天都会一起 外出觅食 彼此相互照应 怎么样 我说的没错吧 这里的草很新鲜吧 嗯 这里的草味道的确不错 只是距离我们家有点远 我们肚子里还有宝宝 万一出现狐狸或猎狗的话 那可就危险了 没关系的 我们俩相互照应着 它们一旦出现 我们就赶快跑回去 就不会发生危险了 好肥的两只兔子呀 看来今天可以饱餐一顿了 怎么了 有危险吗 我好像感觉 有什么东西 在向我们靠近 可恶 被它们放现了 不好 有狐狸 快逃了 你们两个家伙 跑不掉的 哎呀 我的美食 我看你还能往哪里跑 一下子 我就可以好好饱餐一顿了 救命啊 救命啊 糟糕 我的同伴有危险 我要回去救它 这是怎么回事 逃跑的兔子还敢折回来 快跑 今天真是倒霉 竟然会被一只兔子撞到 真是太谢谢你了 要是没有你 今天 我可就被那只狐狸吃掉了 客气什么嘛 我们都住在这里 相互照应是应该的 刚才 你怎么会突然摔倒呢 可能是跑得太剧烈了 我突然感觉到肚子好痛啊 你不会是快要生了吧 哎呀 是啊 我想我也快生了 不行 我要回家了 我陪你回去吧 你身小宝宝钱 就不要乱跑了 要是遇到那只狐狸 可就危险了 这些日子 就由我来照顾你好了 嗯 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我说过嘛 我们是邻居 不必这么客气了 兔子 这里竟然还有兔子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 看来我不需要飞太远去捕食了 几天后 这两只兔子 各自生下了一窝小兔子 刚刚生产完的这两只母兔 每天都会结伴出去进食 宝贝们 快点长大吧 长大后 妈妈带你们出去玩 嘿 你又在陪宝宝们说话啊 是啊 你看我的这几个宝贝多乖 吃饱了就睡觉 这样才能快快长大 看样子 你的奶水很充足啊 哎 我的奶水太少了 我的小宝贝 整天沾着嘴要吃呢 那你应该多吃点食物 这样才会有充足的奶水 喂养你的孩子 是啊 所以我才叫你一起出去找东西吃 走 我们去吃山坡那里的草吧 那里的草又鲜又嫩 并且味道还很好呢 哇 这里的草果然又鲜又嫩 真的很好吃啊 那你就多吃点 吃饱了肚子 才有奶水喂宝宝嘛 哈哈 太棒了 今天的午饭又着落了 不好 有危险 快跑 发生什么事情了 快跑 天上有老鹰 哎呀 不好 你们往哪里跑 你们还能快过我的翅膀吗 面对熊鹰的袭击 兔子唯一的办法就是逃跑 可是落在后面的那只兔子 哪里能跑得掉呢 熊鹰像风一样冲了下来 顺势用翅膀一扇 不偏不移 不偏不移 打中那只兔子的紧背上 哎呀 好痛啊 你跑不了的 快过来 可恶的兔子 竟然敢撞我 快跟我走 你不要管我 你快走 我受伤了 跑不快 这次你可跑不了了 帮我照顾好我的孩子 我朋友的孩子 应该也饿着呢 他们妈妈的奶不足 现在应该更渴望吃饱的 可怜的孩子 使劲吃吧 多吃点 快快长大 这只母兔 喂完这几只小兔子后 才回到自己的洞穴 喂食自己的孩子 可是 他的奶水 已经不足以将自己的孩子喂饱 宝贝 没有吃饱是不是啊 真对不起 今天让你们饿肚子了 你们不要着急 再等一会儿就有奶水了 不要着急 就这样 这只幸存的兔子 除了用奶水 喂饱自己的孩子外 还要担负 另外那两只小兔子的喂养工作 那段时间 他几乎心力交瘁 好在这些小兔子 很快便长大了 妈妈妈妈你今天不是说要带我们去山坡吃又鲜又嫩的草吗 是啊 妈妈 它是我的妈妈 不是你们的 你们去找你们的妈妈去 你不准这样说 我是你们的妈妈 也是他们的妈妈 可是妈妈 那他们为什么不和我们住在一起 而且长得和我们也不太一样啊 是啊 我们为什么和妈妈长得不太一样啊 孩子们 你们生下来的时间晚一些 所以长得有点不同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你们都是兄弟姐妹 以后一定要做到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听到没有 妈妈 我知道了 好了 今天我就带你们去山坡那里吃草 不过你们可要小心啊 那里有鹰和狐狸出没 你们得要相互照应才行 妈妈 那我们现在赶快去吧 是啊妈妈妈 我都等不及了 山坡上 母兔带着一群小兔子 正在那里吃着草 这时候 一只狐狸正趴在草丛里 瞪着一双贼溜溜的眼睛 远远的盯着他们 嘿嘿 美味的食物终于出现了 咦 什么声音 孩子们 快回家 有危险 可恶 竟然被他们发现了 哎呀 救命 救命啊 不好 快跑 谢谢你 要是没有你 今天我就死尽了 嘿嘿 不客气的了 妈妈不是说过吗 我们是兄弟姐妹 应该彼此照应的 母兔之间互相照顾 互相帮助的情谊 让人为之动容 幼兔情同手足 互相度过难关的情感 也是让我们值得学习